全网没有人听过三支三梦表同时发出的声音 确定吗 公司刚到一块表 我都没见过 就说这块表的价格 轩轩比你的财力还要贵 这不得一个小目标啊 你什么时候变这么贵的 先给大家看一下表啊 这个是它的保卡 当时这个表的购买日期是2002年 普通的百搭肥地的盒子 它是一个棕色的 这是一个红色的 而且它的体积呢 比普通的盒子要大很多 它这里有个锁看到没有 一般在价值很贵的百搭肥地盒子上面 才会有配备这种单锁的结构 打开以后这里面一个钥匙 就说这个钥匙啊 24K斤 真的假的 二哥 所以这个表不用猜 就知道它价格很贵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表 百搭肥地的5074J 什么是J呢 就是黄金的意思 这是一个18K的黄金表 另外它有三问跟万年率的功能 是不是那个会响的吧 对 等会我们来听一下 这一款的三问 跟我们其他的三问 有什么的区别 这个表包含了质表领域 三大复杂工艺的两项 一个是万年率 一个是三问 还有一个是什么 还有一个是拖飞龙 但这个手表上面 是没有拖飞龙的功能的 像这种表的级别 在这个品牌里面 基本上已经达到了天花板 而且你看它盒子里面 还附赠了一个18K金的原装底盖 还有这个调效笔 这也是18K金的 想不想听它的声音 想 好听 给你来个更好听的 全网没有人听过三支三问表 同时发出的声音 今天让大家体验一下 三期 low 放 Leadership 当时房写在耳朵里面 所以这么 scal的 premiers